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介绍给观众认识的单位 便是负责国军通用各式轻重兵器翻修作业的 陆军兵整中心五化翻修厂兵器所 本所主要负责任务是国军各式通用轻重兵器的翻修作业 那我们也会配合各部队的战演训的任务 实施我们的部队的服法 然后维持我们的部队战力 我们秉持的品质就是自尊 品质就是道德精神来要求我们的翻修品质 做最严格的把关 五化翻修厂兵器所 是国军最高修复单位之一 部队所使用的步枪、手枪、机枪等 达到一定的售齐 会依据全军需求、编定计划以及修制数量 进行枪支五级翻修作业 待修品进程后 再将全枪细部分析 并针对每一项料件逐一检查 所有零件在经过除锈、除漆、清洗、喷漆等程序 最后把全枪重新组装完成 而这些工作并非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 因此更需要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 因为进到我们工厂的枪 都是已经是在部队使用的枪 那进来我们是必须要做到翻修 那因为毕竟它已经是使用过 是二手的东西 那进来之后我们有些部分必须要换新 那是在经的东西跟旧的东西 它有所谓配合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从中做调整 然后一直到它可以完成出厂 到部队使用这样 进入所内的枪支呢 都会经过全枪的拆检 总成的翻修 以及我们的清态测试 跟我们的修程试测的程序 才会播交给部队 那平时呢 我们也会要求人员 按照程序步骤要领来作业 那以及按照我们的标准检验程序 进行前中后的检查 然后严格把关我们的翻修品质 其实团队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螺丝钉 我们是靠大家一起凝聚在一起 把这个任务完成的 绝对不会是单单一个人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 如同所长所说 送进兵器所内的武器 翻修作业都是按照程序 步骤 要领执行 老手会带着新手操作 谨慎执行翻修步骤 让每个人都能够尽速进入状况 持续提升后勤修复能量 他们会先到专场学校去做必须要的专场训 那获得证照之后 来到工厂 已经有初步从学校获得的知识跟概念 作业中是由我们比较资深的带领他们慢慢的熟悉 先从基本的原则 然后再来到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个动作到底是为什么 如何去改善他的故障的状况 然后一步一步让他们从大概半熟熟 然后到后面的熟熟 我也是从士兵然后转服到志愿役 然后一路到士官然后到士官长 所以我比较能够了解说 士兵就是底下的同仁们他们在想什么 因为毕竟当自己当初也是一路这样过来的 会比较能够贴近他们的心 正因为单位的专业特性 官兵们除了受训具备专场外 也会不断充实自我 考取休职线上的相关证照 让自己能够具备专业技术 希望在作业过程能够更加安全顺利 因为现在对职场安全这一块 大家都很重视 尤其是我们的主观管对这一块也都很要求 而且在取得这些相关的证照 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本身 在作业上面能够对安全更注重 也可以对于相关的技术上面会更精进 除了既定的修制工作外 单位还会配合各部队战演训任务的需求 编组专案任务 因此在一定的工时下 官兵得更加专注及提高效率 快速完成任务 尽管过程虽然辛苦 但官兵们在收到部队正面回馈后 也得到满满的成就感 修制的过程当然辛苦啦 最主要就是接专案的时候 因为量很多 那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工作分得很细 那每个人要注意每个动作每个环节 才会在相知修成的过程中减少相知的损坏率 对 那也可以就是提升它的妥善率 那也是算是一种挑战 对 那时候大家都很忙 那都很努力 那修完之后有一种的成就感 那也让保修单位 知道说我们武器单位是很厉害的 然后有一定的保修能量 那听到部队单位 说我们单位修的枪很不错 然后也会让我们觉得说 从事这个作业也有荣誉 然后特别的开心这样 武化翻修厂兵器所是个作业有纪律 也高度自律的单位 更荣获民国109年国军模范团体的殊荣 在他们专业技术下 将武器装备拯救无心后 使部队可以按计划投入训练 维持部队战役 换卫国家安全